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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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AT国股推介 第一只建议大家留意是比瓦迪1211 选选原因是比瓦迪早前发出了凝起 售车的利润创出新高 Tesla雙型建設 第二是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復甦的工業生產和居民收入 為比亞迪的盈利增長提供土壤 第三是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蓬勃發展 亦為中國經濟帶來良好的支撐 比亞迪上星期三公布營起 第三季初步淨利潤是95億5千萬至115億5千萬 顯著好掛市場的預期 高盛指他們的數據高過他們該行的預測 高出50% 亦代表公司平均每兩車的售車利潤 創下12800元人民幣歷史新高 高盛分析比亞迪的盈利實力主要基於新車交付量增長 品牌高端化 出口量增加和電池成本下降 雖然市場一直看淡中國經濟復甦的進程 但向好的訊號事實上不斷浮現 包括8月份工業企業利潤 PMI和三頭馬車數據等等 都證實內地的刺激經濟政策 正取得成效 中國經濟復甦利好新能源汽車產業 而新能源汽車產業 亦會促進中國經濟升級轉型 兩者相負相成 長遠來看 新能源汽車產業 有望成為中國經濟的新支柱 減緩房地產行業對中國經濟的拖累 第二隻推介個股是中石油857 中石油業務以石油上油油氣開採和銷售業務為主 下油煉油化工為負業 中銀國際早前發表報告說到 根據國際能源處調整後的預測指出 繼今年第三季出現每日260萬桶的供應缺口後 沙特阿拉伯等減產 將會令到第四季再出現每日250萬桶的供應缺口 油價或較大機會保持強勢 因此看好中海油和中石油 此外人民幣匯價中短期保持弱勢 亦有助中石油上油業務表現 告成說到中石油上油成本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價 但他們的石油銷售計價 就是遵循以美元計價的全球油價 因此匯率因素可能導致中石油的石油收入增加 至於中石油的下油業務 位於預期今年下半年 中國國有石油公司的煉化和行業銷售業務利潤 按年將會有增長 主要受惠於國內需求 交2022年下半年逐步改善 另一方面花旗自春 由於市場不確定性持續 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板塊 因盈利可見度較高 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都強勁 成為相對安全的避風港 預料中石油和旗下的坤輪能源 較大機會在全年業績時提高派息比率 中石油上星期收報5.62 2023年的預測股息率大約是7.7厘 本身已經有一定的吸引力 加上股價要升到6.1附近 股息率才可以回落到7.2厘的水平 從股息角度來看 股價亦有上升空間 投資者不妨以5.4吸納第一柱 如果股價有機會回到5.2以下 可以加住 初步看6.1的水平 跌穿4.8就適宜自善 焗水平 砧板 史歴水平